清朝的皇帝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情种在身上 但他们爱的又很矛盾 如果真要论那些爱的比较深的皇帝 可能也就是清朝初期了吧 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皇太极和海兰珠 当然顺治帝和董阿飞也算一份 不过这个我们后期再说 今天主要就是讲讲他老爹皇太极和宠妃海兰珠的故事 这两人的爱情故事可谓是惊天地气鬼神 后人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创作 一步又一步的电视剧随之出现 海兰珠这个人究竟有什么魔力 能让皇太极对他这么宠爱呢 皇太极可以说是一位非常有手段的皇帝 否则他也不能再逼迫多尔滚的母亲 阿巴亥逊葬后 还能让多尔滚心甘情愿将玉玺交给自己 多可见他的手段有多深 一般这样的人都是会把儿女情长抛到一边的 看到皇太极对哲哲和不慕不态的态度就知道了 可是海兰珠偏偏偏就成了那个例外 这个海兰珠到底和那两个人有什么不同呢 海兰珠出生于蒙古科尔庆部 入宫时已经26岁了 而在此之前 他的姑姑和妹妹早就已经嫁给了皇太极 只可惜哲哲做了20多年的大福晋 都没有生下一个儿子 大悦而入宫9年也只生下了一个公主而已 科尔庆部看到这种情况后急得要死 为了巩固马蒙之间的关系 他们又赶紧将海兰珠送了进来 虽然对于海兰珠进宫之前的生活 没有任何的史料记载 他究竟有没有嫁过人我们也不得而知 但是据我猜测 26岁还未嫁过人的可能性不大 而且如果他没有家人的话 为什么一开始送来的不是海兰珠 而是比他年纪还要小的大悦儿呢 所以海兰珠很可能是二婚嫁给的皇太极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毕竟只要皇太极喜欢就好 没有大悦儿那样的政治才华 还是二婚嫁过人的身份 海兰珠究竟是靠什么得到皇太极宠爱的呢 海兰珠虽从小在大草原长大 但他并没有草原女子的那种豪迈感觉 反而像是江南水乡出来的女子 温婉动人柔情似水 与哲哲和大悦儿不同 他在政治方面没什么才能 只是想安静静地当一名妃子罢了 对于皇太极这样的成功人士来说 这种女子才是他所喜欢的人 只有在这样的女子身上 他才能体会到征服感 而哲哲和大悦儿太聪明 在手段这方面完全不输皇太极 这样的女人只会让皇太极有压迫感 又怎么会产生爱情呢 海兰珠一进宫就享受到了无上的待遇 首先他在无子无女的前提下 被推上了东宫大福进的位置 地位仅次于他的姑姑哲哲 皇太极登机后大风六宫 海兰珠被封为官居公陈妃为四妃之首 无论是海兰珠的封号 还是他所居公式的名称 都充分表达了皇太极的爱意 更何况陈这个封号可不一般 因为他是北极星所在之处 在古代指帝王居住的地方 同时也是帝王的代称 当年武则天想要这个封号都没得到 海兰珠不争不抢却能轻松得到 海兰珠进宫两年后 就生下了皇太极的第八个皇子 此时皇太极已经有很多女儿了 可是这个孩子的出生 还是让皇太极喜不自胜 甚至为此搭赦天下 还将这个孩子立为了皇太子 说实话 对于小孩子来说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大概是承受不住如此大的福气 八皇子出生仅半年多就生病了 就是皇太极请了许多太医来为孩子治病 也依旧没有留住他 只可怜着孩子去世时 都还没来得及给他取名字 孩子去世之后 海兰珠经受不住打击 每天以泪洗面 皇太极作为孩子的父亲 内心也是悲痛不已 可他还是强意悲痛 安慰着脆弱的海兰珠 作为皇帝 他不能时刻陪在暗人身边 开疆辟土 征战沙场 才是他的主要任务 可他穿上铠甲 跨上战马之后 却犹豫不前 他放不下他的海兰珠 他是连历史都承认的偏爱 他走后 也同样带走了帝王的心 皇太极与海兰珠的爱情 究竟有多感人 刚刚失去儿子的海兰珠 如今又不得不送心爱的男人上战场 皇太极走后 那富丽堂皇的官鞠躬 也变得冰冷无比 狮子之痛 加上对爱子的思念 海兰珠终究还是病倒了 迷流之际 海兰珠唯一的想法 就是见见皇太极 此时的皇太极 正在和明军决战 接到海兰珠病重的消息后 皇太极赶忙向部下交接军物 第二天早上 天刚蒙蒙亮时 便策马回京了 连续赶路六个日夜 皇太极一分都不愿耽搁 只怕慢了一步 就见不到海兰珠了 可是紧赶慢赶 还是晚了一步 皇太极刚刚到皇宫内门 就听到了海兰珠去世的消息 等到他赶到海兰珠身边时 看到的只有海兰珠的灵救 这位清朝第一宠妃 仅存在了七年 并消失在了青史的长河中 皇太极嚎啕大哭 久久不愿离去 甚至因为过于伤心 几次都哭晕了过去 为了给海兰珠最后的体面 皇太极给他举办了最隆重的葬礼 诗号为敏慧公和元妃 等于向天下人承认了 海兰珠是他的妻 爱人已逝 皇太极似乎也没有了存在的信念 在海兰珠去世两年后 皇太极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世人常说情深不受 皇太极与海兰珠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还真是把这句话体现得淋漓尽致 由皇太极而言 海兰珠永远是他心口的那颗朱纱质 很难想象 在那个封建的时代 竟然还能有这样专一的爱情 海兰珠的生命虽然短暂 但他却活成了当时所有女子想要的样子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了